上一部影片小青接济教学回响不错,所以我决定直接来叫下集。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很实用的话,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。 好啦,话不多说直接教你们怎么玩爆小青,还想看我做什么角色的教学影片,留言告诉我哦。 纠集技巧四,胸只呼吸第四行反向垂奶,接济按法,一接三接顺,请看示范。 这个技巧要使用手速必须非常快,只要一个没有按好就是送头,不过用的好就是全部九个人都跟你磕头,这个绝招实在牛逼。 不过我个人实战是比较少用到,因为失误率实在太高,所以这个招式大家学一下就好不用深入学。 这个招式顺利的话可以把你跟敌人对调位置,把敌人软皮推向自己队友自己冲入敌营杀人。 看一下画面中我可以利用这招,把弗洛伦跟我对调位置并晕眩它,逃跑也很好用。 纠结技巧五,胸只呼吸五支行顺摸头奶,接济按法,三二段接顺,以下示范。 这招式你接完一套之后,敌人残血逃跑需要迅速斩杀掉它的时候,使用这招可以秒斩杀,再来用一技能做出下一步处置挺实用的一招。 不过一样手速要够快,说白了小青所有招式都可以使用瞬移,来做招式的转换变向连招,所以小青除了瞬移我一概不推荐带别的,除了打野。 纠结技巧六,胸只呼吸六支行奶晃迷离,接济按法,一接三二段接瞬移,请看示范。 慢动作来看一下。 为什么没有碰到弗洛伦却可以斩杀它呢?答案是因为小青的所有招式都比指标上面显示的长度还要长,从画面可以看到我的指标还没碰到弗洛伦却可以将它击飞,善用这个重要的小技巧就是成为神的关键之一。 下面的小技巧示范大家可以看一下,指标不用真的要碰触到敌人,包含大招的二段斩杀也是,所以在用大招二段斩杀敌人的瞬间搭配瞬移,可以制造很屌的视觉效果。 我用给各位看。 纠集技巧7,胸只呼吸7只行乃具人心,接济按法,尊重包容友善。 好啦,各位我把我的小青绝招都交给你们了,活用这些招式又帅又屌又厉害,接下来我再补充一些基本的小知识跟技巧。 小青所有技能会根据瞬移的位置,改变技能方向,看画面中的二技能,瞬移往哪里它就往哪里转,基础确实用的一招,移技能也是一样的原理。 我相信各位有看上集的观众,都知道射仪对小青的重要性,虽然简单的技能组,但是却是最纯粹的技术。 各位我的粉丝我把成为神的关键都交给你们了,上下集都要看,只看其中一集你只是个尾神,把这些技巧拿去屌打对手吧,我以你们为傲。 哦对了各位,我已经2万订阅了,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,所以我决定想要就是送一点礼物这样,我给各位三个选项去选择,看各位想要什么礼物,选项一我的内裤,选项二我的内裤,选项三我的内裤好不好,把你们最想要的选项打在下面留言区,让我把选项最多的那个送给你们各位好不好,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放几部我在抖音上的剪辑影片给各位看看,如果喜欢我的剪辑技巧的话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,但是你如果不喜欢我的剪辑技巧也没有关系,但是记得,把广告给我看完啊! 感谢观看